現在全民關注的 最關注的就是疫苗 陳時中的最近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一段話 我覺得這段話真的是 算是蠻有情緒的 他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有些國家買的疫苗 要買這麼多是怎樣 剩那麼多要放到壞掉嗎 壟斷疫苗是不對的 有個國家買疫苗 買了人口數的四倍啊 佑正 他要去嗆這個大鼓 這個真的蠻好笑的 就是你想想看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小孩子 考試考不好 考60分 然後回家問他說 媽媽問他說 你為什麼回60分 那為什麼那個 人家隔壁文學可以考100分 誰知道他書唸的比我多 他都書唸那麼多啊 所以要考100分啊 偷唸啊 怪我嗎 對啊怪你啊不然咧 人家唸書你不唸書 然後人家考100分 你說人家把分數偷走 那我想請問陳時中部長 別人可以壟斷疫苗 代表別人搶得到疫苗 代表別人買得到疫苗 如果你也搶得到 你也買得到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啦 不是嗎 說不定今天是 我有100支疫苗 假設我100萬支疫苗 我本來是要給某某國50 有50是要留給台灣的 可是台灣不來買啊 台灣不來跟我要啊 台灣嫌貴啊 台灣嫌沒有用啊 那我只好把這50萬 也賣給想要的人了 等到你買不到了 你再回頭來說 欸你怎麼可以買那麼多啊 當時說你買為什麼不買 稍微給我一點時間 我跟大家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陳時中真正疫苗的說法 今天晚上我也有幫他整理一下 好不好 來 我們試試看喔 他2020年5月27號的時候 去年5月27號 他說 國產疫苗量產100萬劑 很有機會 去年的5月他這麼說 然後去年的9月8號你還記得嗎 他說如果我們大膽一點 三個族群明年1月就現在這個時候 就打疫苗了 那時候還被罵說是要多大膽 然後他在去年的12月3號說 新冠疫苗有望提前接種 預估3月就可以開打 都是去年講的喔 然後到了今年的1月13 他說外購疫苗最快3月供貨 之前去年底還曾經講說 我口袋已經有一些疫苗了 有沒有 他說疫苗在我口袋了 現在口袋是破了抗疫 然後到了今年1月27號 突然間態度大改變 他說不要為難台灣 講太多遇到困難 到昨天他說 都是他們把疫苗搶走了 我們打不到了 那你從去年到今年 佑正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記者問他說 會不會有所謂的疫苗泡泡 陳時中怎麼講呢 我覺得也很奇怪 他說用抗體跟疫苗 比不上用PCR檢測 來做這件事情 這句話也很奇怪啊 對不對 那問題是我們台灣的檢測 怎麼檢測 我們台灣的檢測上 也很小氣啊 對 所以我覺得檢測 我們就姑且不要去 這個戳穿陳時中部長 他之前不是講說 我們的檢測很準 比中國大陸準 大家去找一下 我網路上有一個圖 他上面是講說 我們疫苗 我們的這個檢測比大陸準 然後下面是他曾經講過說 不需要檢測 因為檢測不會準 你不是先告訴我說 檢測不準 所以我們不要 我們不需要大規模的篩檢 不需要普篩 也不需要廣篩 然後又跟他嗆一嗆說 我們的很準啊 我們的比大陸準啊 那拿出來用啊 又說不準 所以不用做 等到被挑戰 你又說你的很準 那到底是準 還是不準呢 現在這些東西 我其實都沒有很care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我要問一下偉翰 就關於這個889 現在還是找不到感染源嘛 但我看到 我覺得是陳時中 手渡中口 他說可能是無症狀的感染者傳染的 所以我們台灣有無症狀的感染者 就在他的認知當中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廣篩呢 或普篩呢 全世界現在目前看起來 臨床從最早最早 去年整整一年前的 日本的鑽石公主號 對 因為他把所有的人都封在船上 所以後來全部人都測了 只有40%的人是無症狀感染者 所以如果那個model 是一個正確的model的話 表示當然有無症狀感染者 他不但有 而且還多達4成 你今天告訴大家 那個12樓的外科病房 跟7樓的ICU 還有那個病房沒有關聯 那為什麼會傳過去呢 應該就是有人身上沒有任何症狀 看起來好像又正這樣子 很帥這樣 有病毒 那怎麼辦呢 那就還會有其他人被感染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加齡 我們希望能夠本土加齡 今天第五天 他繼續來 那所以今天這個情況 剛剛秀芳姐問是不是要普塞 其實我覺得啦 針對現在的這個布陶 以及相關的醫護 還有有去過探過病的人 指揮中心應該都已經在塞了 那他到底一天動了是多少 我不知道從去年到現在 一整年都非常神秘 好像就是要問說 文藥你幾歲 不要問我很神秘這樣子 他不願意講 但是我相信有在做啦 好文藥你支持 文藥本來就說不要問我 那但是你今天要知道就是說 因為他會拿這個886 以及呢這個相關的幾個例子 就是在第一波838 他中了這個 新冠肺炎的狀況出現之後呢 所普塞的464加4468 這些人塞完之後 陸續又出現了四五個醫護人員 一審是陰性的 所以他說普塞沒有用啊 我PCR做的都會是陰性的 所以最重要是隔離 好那所以就是隔離那一段 那剛剛又正在講的那個 這個我特別有FU 疫苗在哪裡 我等著疫苗來 我等著疫苗來 疫苗不來 我還在等待 我先跟大家講 你唱的太好了 我只是你煎餅一盤 謝祖隆 長官來了 我們趕快站起來 兄弟也是我的長官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 莫忘蕭美琴 又正 莫忘蕭美琴 蕭美琴還哪 現在沒有疫苗 都不要超買了 結果三月真的有 你看是誰在唱隨台灣 在說風涼話 我們要衝康 我會等到三月 因為剛剛又正 給大家看起來那個list 就是三月嘛 三月如果沒有來 那你去年講一整年是剛剛有 所以我會等到三月 我希望有 可是你不要這時候 跑去怪 剛剛秀邦姐講的 跑去怪美國 他不敢講美國 超買最多就美國 第二名是日本啊 對啊 你怎麼不敢講是美國 有些國家 買的四倍做什麼 我告訴你做什麼 阿斯特捷利康 就是因為印度的 這個工廠大火之後 現在根本沒辦法給貨 這個在歐盟 跟這個阿斯特捷利康 訂了四億劑 三月要給一億 現在只給三千萬 會短缺 所以我要多買 第二個 打了以後會有不良反應 而且可能會出現一些狀況 如果不良反應多的話 大家就會很怕 像我們之前怕南韓 那個賽諾菲有沒有 所以我要買好幾種不同的疫苗 我要超買 要超前部署 人家多買 你不解釋超前部署 你自己很嚴格的說超前部署 當然要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們也不急著搶 那我們現在眼前看起來 當已經很多國家 英國 美國 以色列都在打的時候 我們確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沒有是事實 那部長也說三月會有 你覺得三月會有嗎 你覺得會嗎 我覺得其他這兩天的講法 看起來是 越青春打賭說不會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秀王姐 我也非常的謹慎 莫忘蕭美琴 1月19號公司 你沒有邀請函 1月20他就砰了一下 站在那邊 綠色草皮來啊 來啊來照一下對不對 所以其實 所以會在三月底 不用急 但是我是覺得啦 三月沒有很遠 因為今天已經一月底了 還剩一個多月 問完毛利聯馬上就可以驗證了 所以有沒有的 所以三月他只要來個 十隻八隻也算有嘛 沒關係 十隻給台灣最重要的十個人 那日界自然會有 一屆的說法嘛 到時候一屆講說 我們第一線專輯的越南都沒有 爸爸已經打半年了 到時候那個壓力就會有了 所以我就說 好 莫忘蕭美琴 我就等到三月 我就等到三月 我覺得等到三月 莫忘蕭美琴多 3月31號過十二點 來一隻 一定要到公海 也可以啊 船要開到公海 是不是到公海啦 已經到公海了 才可以開箱 微信定位 一隻還投標 大家那個素筆試拍賣 剛剛你問的那個問題啊 我覺得最吊詭的在於 之前陳時中一直告訴 所以大家 謝謝 之前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會不會有社區感染呢 好可怕喔 陳時中說不 要找不到感染源 才有社區感染的可能 然後就出現了889 然後大家都說 889沒有耶 那是不是社區感染 陳時中那時候 不敢把話說死 結果今天他的說法是說 889的感染源不重要啦 不重要啦 不重要 我們現在重要的是清潔 那個布桃裡面的 消毒跟清潔工作 對 所以你先告訴我說 感染源很重要 找到就不算社區感染 現在找不到 告訴我說其實不重要 我們趕快清潔消毒比較重要 這才是貓逆手在好嗎 找不到感染源 是多嚴重的事情 先告訴我說 他的感染源現在不是最重要的 那他就到外面 一直跑來跑去 但他現在自己揣測 他說應該是被 這個無症狀感染者嘛 那這樣問題大了嘛 對不對 找不到感染源 他也承認有無症狀 那更糟糕啊 那表示這個無症狀感染者 是不是有可能 還在外面傳播 那萬一這個人 是所謂的超級傳播者呢 萬一呢 所以他說不重要啊 他說 他們自己都說 這是一個超級感染事件 有可能已經在裡面 發生的時候 然後真正的傳播源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把它放在 比如說我們隔離的 匡列對象 萬一還在街上 跑跑照 大家會問怎麼辦 這個時候怎麼會不重要 這時候是很重要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很重要當然就是 疫苗嘛 你看好多國家都已經開始打了 美國一天要打一百五十萬人 這個速度 拼在秋天前 把這個全民的群體免疫拼起來 要打到七成左右 我們台灣為什麼買不到疫苗呢 當然城市中有它的原因啦 但是我們的民眾很聰明 民眾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 辯姊妹 你今天在這個街上訪問了很多民眾 對不對 大家覺得我們台灣為什麼買不到疫苗 為什麼買不到疫苗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來看一下 石中部長說什麼 他說的是 WHO不夠力對不對 今天辯姊妹直擊時間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就做了幾個選項讓民眾選 來看一下 看得到嗎 有七個對不對 很多 你覺得是WHO不夠力 或者是你覺得是 蔡英文不夠力 這位先通不夠力 那個機關害的 你聽得懂什麼是那個機關嗎 美國爸爸害的 國民黨害的 來 最後個答案 每次都是跟他有關係 馬英九害的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呢 那今天辯姊妹其實在街上 就是隨機問民眾 來看看你猜答案是什麼呢 蔡英文不夠力 你選什麼 就蔡英文不夠力 沒有蔡英文不夠力啦 為什麼 他不應該跟人家敵對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歐洲的國家 都有用中國的疫苗 他就為反對而反對 林選 蔡英文不夠力 為什麼選他 跟人家弄得不對嘛 決策者的問題吧 可以唸蔡你選手 這位先生不夠力 為什麼 對啊 因為你如果扣掉源頭的話 那就是 購買這一方的決策 可能有問題 或者是你這一方的狀況 導致人家不想賣給你 因為買賣就是這樣啊 還有人的答案是這個 沒有關係啊 你選什麼 都一樣啊 這些都是一樣啊 不是都一樣的東西嗎 要貼的話會很多啊 我跟你講 為什麼 基本上 你猜呢 這樣子是怎麼樣 美國爸爸害的 對啊 因為他們不是很親他嗎 美國爸爸害的 但是我不認為他有資格當爸爸 他們把他們的利益 把在優先 把我們只是當做一個棋子 一個工具 美國的爸爸害的 因為我們呢 不要一直聽美國的嘛 那美國他有對各個國家好嗎 他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也有人對選項有疑惑 我不知道你們的那個機關指的是哪個機關 那個機關就是那個國台辦啊 就是大陸 應該跟他們也比較沒有關係吧 這位先生不就最近在講那個 總指揮那個吧 指揮官啊 機關就那個啊 哪個 衛福部 不對不對 那個機關是國台辦 那個機關喔 好 辯子妹直擊隨機試調問民眾說 台灣買不到疫苗的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名是蔡英文不夠力 而第二名民眾選擇比較多的是 美國爸爸害的 第三名則是這位先生不夠力 現在正在看直播的你 覺得台灣買不到疫苗的原因是什麼呢 留言告訴我們 小星你覺得 你覺得誰不夠力 一定怪誰 我覺得他們都選錯了啦 答案一定是六啦 根據陳庭妃委員的說法 都是我們國民黨的 不要看不起我們國民黨的力量 我們會聯合對岸的邪惡黑暗勢力 阻止台灣在世界上取得疫苗 都是我們國民黨的 你們都選錯了 根據陳庭妃委員的說法 一定是這樣子 大家想想可能嗎 不可能嗎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會選是什麼 因為陳時中之前有機會買 那時候號稱說有五百萬到一千萬劑 那個東洋製藥 兩個月前就說可以買 結果你pass掉了 他可能這個習慣不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我才到美國的時候 台灣很多的折扣是什麼 老闆跳樓最後一天 然後呢你明天 他還是最後一天 你後天大概是最後一天 誰害的不是這個人 也不是那個機關 就是那個政黨啦 對不對 辯子妹 就是這樣 到底是誰害的呢 剛剛可以看到 其實答案 出乎我意料之外 大部分民眾都選的是 蔡英文害的 不知道跟網友的留言 其實落差很大 因為我在網路上 其實也po了同一篇 你知道嗎 大部分的網友選的答案是 國民黨害的 趙欣哥你說對了 而且大部分的網友 對 大部分的網友除了 國民黨害的 留言大部分說 另外還有最受 第二受歡迎的是 馬英九害的 也有很多人選擇這個答案 所以跟我市場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看到 這是台灣的官權答案 什麼都是這兩個 朋友跟我們心靈契合 心靈契合 對